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以色列 美国这个川普总统 昨天就是 事实上上个礼拜就已经宣布了 他要承认这个格兰高地 是属于以色列 这个在整个中东事件来讲 是一件这个爆炸性的事件 因为格兰高地是在19 我们知道大概这个 以色列因为被这个 被这个纳粹屠杀 的将近多少 600多万人之外 以后呢 他一直想要在这个中东建立 属于自己的国家 所以在194748的时候 他们就正式在这个 在这个中东这边建国了 建国之后呢 这些阿拉伯国家 当然是不高兴了 认为这也是一个 违反他们自己教育的事情 所以阿拉伯国家呢 连续组织军队 要打掉 要把这个 要把以色列消灭掉 那么打了几次战争 在1967年 这个第三次 这个中东战争的时候 那时候称为六日战争 那么以色列真的是上下一心 这个是当时1967年 这个以色列 我们看左边 右边这个以色列的 部队这个车队经过 然后右边是 那个叙利亚的坦克被烧 那么在1967年 这个六日战争的时候 以色列就是人人 人人这个 全国上下一心 这个是 这个是现在 这张照片是现在 联合国 当然当时打仗的时候 联合国有出来调停等等 联合国在这边 派了一个观察员 等于这个背景 是格兰高地附近 来坚持来来监视 这个双方会不会有任何 这个这样子的 这个进一步的武装 我们看到 这下面有个铁离的样子 这就是把这个格兰高地 把这个以色列 跟这个叙利亚分开的 一个这样 这种铁栏杆 铁离巴这种东西 那么这个 在1967年 这个达成之后呢 在以色列 基本就把它占下来 我们看这个铁离巴 在镜头右下方 左下方对比 左下方这边 就属于以色列的 右下方 后面就属于 这个叙利亚那边的 那么在这个 以色列就把这个 格兰高地占下来 这个在这个 跟以色列来讲 是个高地了 所以它这个 制高点 对于以色列的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 那叙利亚跟 这个跟伊朗的关系 有很好 那么叙利亚 如果准这个伊朗 在这边驻军的话呢 那么随时随地 可以合在一起 对以色列发展 发动攻击 那以色列的这个生存 就非常危险 所以格兰高地 后来变成一个 以色列这个生存的 重要的一个领土的保障 所以它占领之后呢 它就没有 它就没有还给这个叙利亚 那么叙利亚当然有药 但是也拿不回来 所以这边有一条线 就开始就把这个 这个线 这个篱笆 就把这个线 分制下来了 所以经过这么多年呢 美国政府也知道 或全世界都知道 格兰高地 对这个 对这个 以色列这个生存的重要性 但是呢 也没有承认说 你拿了这块土地 就是你自己的土地 也没有承认这个事情 在维持这个现状 那么以色列呢 也就继续经营 这块土地 当然大家都知道说 如果这个土地 正是属于 以色列的话 那么以色列的这个生存安全 就会受到更大的保障 那么美国 美国历来这个总统呢 都这么说 这个认为格兰高地 我们就留着 我们不讲话等等 但是都默认 这个以色列在格兰高地 有这个占领权等等 那么这个一直到了欧巴马 欧巴马上来之后呢 他就认为说 如果中东之间要和谈 要再进一步有和谈的话 那么以色列必须退回 退到1967年之前的事情 如果退回到1967年之前的话 就表示第一个 格兰高地就不属于日本 不属于这个以色列的 就还给以色列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就等于承认了什么事情呢 承认1967年之前 这个所有对这个 对以色列所发动的攻击 都具有正当性 都具有正当性 而且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间接就承认了 这个以色列的建国 是非法的 是不应该建国的 那么这样子 对于整个以色列来讲 是一个彻底的 这种否认跟打击 所以这个欧巴马那时候的做法呢 对于当以色列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愤怒 那个时候以色列的这个总理 就是现在站在川普后面的这个 那堂雅胡 那那堂雅胡是在这个 以色列内阁里 就是属于这个右派 比较这个激进派 比较这个强硬派的人 他对于对于任何 有损害以色列利益的话 他绝对是这个管手 绝对是不留情的 那么这个 那堂雅胡自己本身也受到影响 他自己在国内 就是现在 他们四月份本身就要进行 进行选举 那堂雅胡本身 刚刚在两个礼拜之前呢 被起诉 说他有这个 贪污 还有挪用公款 什么这些事情等等 所以他基本上 他自己本身呢 跟川普之前一样 也是也是被这个 司法的问题 一直纠缠在身 但是川普很需要 这个那堂雅胡 在这个以色列继续存在 所以川普现在 目前做的很多事情 基本上 是在背后挺这个那堂雅胡 希望他能够继续 领导这个以色列 能够配合 川普要推动的 这个以色列的中东 和平计划跟巴勒斯坦 之间的和平计划 所以这是一个 大的背景在这边 那么昨天 那这个川普等于 就率先就承认了说 格兰高地就是属于 这个属于 属于以色列的 那么川普这个做法 基本上就是 维护了 这个以色列的利益 那么倒过来 也等于是川普向 全整个阿拉伯世界 宣战等于打脸了 所以说 就是说你们 意思就是说 你们过去 欺负以色列 或者你们过去 这个1967年之前的 这个对以色列战争 都是不对的 都是违法的 你们是在攻击性的 这个消灭以色列 所以这一来一往 等于说川普 在这个意义上 跟形式上 是对了这个 对这个所谓 阿拉伯国家选战 也打了脸了 阿拉伯国家 所以这个 会有一些后果出现 因为土耳其反对 联合国也反对 然后这个叙利亚 更是不要说了 因为他的土地 本来属于自己的土地 现在就被别人占据掉 所以像昨天 这个南达雅虎 就是有礼拜一 就到了这个 昨天 就到了白宫 做访问 这个访问也是预定的 当然也包括 这个格兰高地 签署这个 签署这个宣言的事情 那你看这个规格很大 因为就连副总统 跟这个正副总统 一起出来 迎接这个 纳丹雅虎 他们就开会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其实在美国 这个首都 现在还有一件 很大的事情在发生 就是以色列人 这个以色列游说团体 叫那个EPIG 现在正在以色列开会 这是一个属于 以色列公共人事务 很大的一个会议 那么基本重要的 这个美国的犹太裔的 这种美国游异的人 都会出来参加这个会 那本来这个纳丹雅虎 也要来参加这个会 发表一个重要演讲 川普也去了 昨天是这个 这个副总统潘斯去了 所以这个对以色列来讲 或对美国的犹太人来讲 很重要的一个会 但是 很另外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也发生了 就是民主党这一次 几乎没有一个人 去参加这个会 那么这个 对于这个 需要这个犹太 这个犹太团体 这个政治捐献来讲的话 民主党这个做法 当然非常奇怪 这里头也就反映了 现在美国两党 对于这个 以色列跟中东政策的 这个很 很明显的一个分歧 那这个分歧 对以色列的生存来讲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 现在正在酝酿 正在发展 正在过程当中 那么 这个民主党 现在新出来的 这几个 这个总统参选人 对于以色列 对于犹太人的态度 都是非常不利的 都是非常具有 这个跟过去 不太一样的 这个做法 那么这也是一个 值得我们观察 这个未来在这个 美国内部政治 走向的一个 一个情况 那在这个 整体来讲的话 那这个 就在这个 拿填亚胡 到美国访问的 这个时候 他在加萨走廊这边 那边在加萨走廊 就靠近埃及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 昨天突然发射 几枚火箭 那个属于这个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个阿拉伯斯坦的 激进团体 我一下忘了 他的名字 他昨天就发射火箭 到了以色列的中部 打死了几个 打伤了几位 犹太人 等等这些事情 犹太居民 所以这个 这个拿填亚胡呢 他本来要 在这边待了几天 今天晚上 还要跟川普 在吃晚餐 一大堆事情要做 大概本来要待四天的 所以他昨天晚上 得到这个消息 而且以色列 马上就反攻回去了 所以昨天晚上 以色列的这个 以色列国防军 已经用这个飞弹 用无人机过去 去炸了这个 架塞走廊那边的 那边的 那边的那个 那个军事设施 所以拿填亚胡在这边 就不敢久留了 他昨天晚上就跑回 就就立刻就跑回 这个跑回这个 以色列去了 所以我们大概讲的 这是一些个 比较一个一个 我们现在这张照片 看着昨天川普 就签署了这个 所谓这个格兰高地 承认格兰高地 是属于 以色列主权的这个宣言 在这个后面 背后所谓的第二个 就是这个 这个川普的女婿 Kushna 那么川普这个女婿 Kushna 她当然是犹太人 纽约长大的这边 家里都是一个 都有房地产企业 那么Kushna 现在呢 她现在就是在整个 川普的这个 中东计划里头 她是最主要的 这个推动人 等于说川普 很信任她的女婿 在推动这整个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中东和平计划 就是跟以色列 跟巴勒斯坦之间 要怎么样产生一个 这个长久 能够维持 双方关系的 一个计划 但是这个计划 本来也要在这个 今天跟昨天 这边要宣布的 但是川普呢 有意把这个计划 暂时停下来 因为他不能够 百分之百确定 这个Natan Yahu 这个选举 是不是能够得到成功 如果他这个计划 如果推出来的话 本来是需要Natan Yahu 在还继续留任 能够配合 推动这个中东计划 如果Natan Yahu 选举失败的话呢 那这个中东计划 就会胎死负中 所以这里头 有很多的这个 政治计算在里头 但不管怎么来说 昨天来讲的话 这个对川普来讲 又是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政治上 外交上的一个胜利